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結線他們比較主力的通常是讓他們 打個半場 然後有一個輪替的半場 那像陳寗 韋傑這些比較年輕的 他們今天盡量給他們打滿 那也許下一週的開始也會以他們為主 那結線他們會以後面為主 那再去輪替 那把所有的隊員是不是在官辦垃圾賽 大家都可以調到在那個時候可以發揮 然後讓選手去官辦的時間點去做他的名單的競爭 確實啦 因為他調整的速度蠻快的 那今天看起來有慢慢在適應 那也觀察到他應該回到他以往在打擊的習性 所以也許他慢慢去調到他想要的節奏裡面 抓感覺吧 因為也很久沒有實戰 所以昨天是比較就是積極去打 就是想要找那個粗棒的感覺 然後今天就比較照自己的節奏去發揮 現在是先把當初的那個感覺找回來 因為其實也不知道就是要不好才知道哪裡要調整 這樣才會比較好 那這個 Report 就這樣看起來有點好 你要先把路面按一切 是 這兩場看下來是冠宇 林戴安 還有薛球琴也不錯 比較驚豔是十四冠 打出去的球確實力道跟遠度跟球的節奏都比 應該說目前的選手裡面看起來比較少 當然他的競爭對手是羅薩 比的就是打擊 當然他打擊就會發揮一定有機會 這個挑戰是聽起來是蠻難 但是我覺得 要做每一個事情都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我覺得也是做好自己的本分 因為今年在打擊方面上面 就突然理解教練講的東西 也可以慢慢去體會到 所以這兩天比賽就是一直在做我要做的東西這樣子 比賽 打擊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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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跟今天應該前面都是先發投手啦 那還有一些中繼投手也都還沒有投 那今天只是讓 昨天跟今天只是讓所有投手有第一次實戰 那再來會利用下週的8號 9號 兩天裡面我們必須打四場 所以會分投兩地去打 所以這兩天是對下次比賽的負擔會比較大 所以稍微有分擔一下大家的出賽的程序這樣 子謙本來一直都不錯啊 我們一局幾乎都是設定20球內啦 盡可能不要超過20到25 所以他投兩局也許投球數量應該在40左右 教練就想著就是不要保送啊 然後就開心地投球這樣而已 沒有特別設定什麼功課 因為第一次實戰嘛 那就是找到自己好的感覺好的節奏 球數 教練本來說一局20顆啊 可能到最後可能打者 面對打者也夠多了吧 所以就可能提早換局這樣 就還不錯啊 就是享受在當下投球的感覺而已 沒有特別說一定想要做到什麼 對 那就是盡量不要保送 然後面對打者 被打 全力打 按打都還好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就是 本來就是去世自己的球種 對啊 你看看 對 是